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叫他怪老头呢 因为他脾气很怪 而且还喜欢吹牛 以前可没少听他讲当年扛枪打仗的事 刘老头讲的故事不仅大人爱听 小孩子也喜欢听 因为他的故事中不只有家国情怀 还有许多匪夷所思的诡异气吻 每每听的那些孩子们都是一身冷汗 那会儿我也是刚入白石这行 有活儿就出去忙活 没活儿就在家跟那些老家伙们拉瓜 农闲时我们村头的打卖场 就是村里人的闲聊活动中心 恰好有一天我闲着没事 就在打卖场跟村里的老爷们闲逊 期间我问刘老头 老爷子 今儿您准备给我们讲个什么故事 刘老头磕了磕汗烟 歪着头望着天闷抽一口说 今天讲个啥呢 就跟你们讲讲我们侦察小队的故事吧 刘老头这话一开口 不少人都气了起来 因为他们侦察小队的故事我们都听腻了 无非就是极其英勇 击毙敌人何其之多 那么多年我们听了不下十遍 谁知刘老头鼻子一哼说 你们懂个啥 这次要讲的跟以前可不一样 这是没多少人知道 在当时那也是机密 人们就是这样 很容易被一些夸张的字眼给吸引 我们一听是机密 立马来了兴致 都催着刘老头给大家伙讲讲 刘老头被烟枪的咳嗽两声 沙哑着嗓子 让我们别着急 接着又抽了口汗烟 才跟我们徐徐道来 刘老头说 他原先在西地军区服役 后来越战爆发 他是第一批被拍往前线的 当时他们营地就安扎在 中越边境线的老林子里 外面就是战场 炮火连天 连续打了很长时间 僵持不下 后来上面有命令 准备随时挺进越南境内 不过在准备 深入越南境内的时候 部队上要先组织一批人 各式的侦察大队都被抽掉出来 准备组建营地侦察大队 刘老头说 当时他们处长出来点名 一共点了几十号 自己也在里面 刚点完就被卡车给拉走了 拉到另一个十分隐秘的营地 进行集训 集训门又说是要进行考核 考核的内容跟平时差不了多少 就是实战侦察各项技能 不过这次考核并不是个人考核 而是团队考核 这几十个人被分成了十几个小队 每个队五个人 此外 组织上环安排了空降上级来直接领导他们 被安排领导刘老头 他们这个小队的上级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 叫老农 一口大黄牙 穿着粗布麻衣 身材消瘦 见谁都是一脸猥琐的笑容 怎么看都不像是个领导 一开始 刘老头以为只有自己的这个领导 有些不靠谱 但后来发现 其他侦察小队空降的领导也都差不多 有的虽然一脸正气 但嘴里常常念叨一些奇奇怪怪的话 有的比老农还不靠谱 居然天天带着队员打坐 他们来了一个多月也没摸清楚 这个营地到底是干嘛的 咱们里面竟是些神神经经的人 不过这段时间 他们五个人倒是熟悉了不少 其中有一个高个子东北兵 和一个矮个子的四川兵 跟刘老头关系很好 虽然不知道 组织上安排自己这些人到底有什么目的 但军人就是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组织上怎么安排他们就怎么做 不该问的也不会多问 只是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其他侦察小队都已经开始出去执行任务了 而刘老头他们小队 却迟迟没有接到上级的任务 就这么又等了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刘老头发现 老农每天除了溜达就是溜达 一点也没见有什么执行任务前的准备 刘老头好几次去问他 啥时候出去执行任务 而每次老农都是摇摇头说句时机未到 直到一天夜里 刘老头他们前脚刚入睡 后脚就被老农给叫醒 告诉他们时候到了 今晚就出发 于是在这个深夜 刘老头他们五个人 跟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 开始往越南境内摸索 这段时间的相处 刘老头他们跟老农关系处得还挺好 老农也没什么领导的架子 但毕竟是年纪大了 刘老头也怕老农有什么危险 于是就把腰上别的开人力刀递给老农 谁知老农鄙夷的看了一眼白手说 这玩意儿还是你们自己用吧 老子可用不惯 说着老农把杯子的布袋取下来 随后竟从里面摸出一把破木剑来 刘老头他们都是扛着枪别着刀 而老农刀好 解开布袋从里面掏出来一把破木剑 这装备可把刘老头他们给逗乐了 刘老头说 我说老农 人越南兵虽说雄了点 但也不是指人啊 你拿这玩意儿能戳死吗 老农坐着牙花子说 你们青瓜担子懂个啥 老子这宝贝可比你们的枪炮好事多了 待会你们就知道了 刘老头他们也没把老农的话当回事 说来谁信 一把破木剑能跟枪炮比 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老农也没多解释 带着他们一行人慢慢往前摸进 但随着深入 刘老头他们一行人逐渐放慢了速度 因为前方不知何时起了雾 他们踩着雾一步比一步小心 就在这时 老农突然停下了脚步 告诉刘老头他们有情况 接着耳边就响起了一枪 刘老头一看 发现东北兵正端着枪看着不远处 而枪口还在冒着热气 刘老头问看到什么了 东北兵有些恍惚地摇摇头说 没看清就看见一道影子 我子弹擦边过去的 老农脸色有些沉重 不断来回掐指 然后告诉刘老头前面可能出问题了 自己先去看看 让他们留在原地待命 刘老头当然不可能让老农一人前去 刚想开口说些什么 却见老农脸色猛变道 这是命令 说完老农就朝刚才人影消失的地方追去 在这勾勾赫赫的邻区又是深夜 老农却仿佛如履平地般矫健 速度之快 让当年还是小伙子的刘老头都倍感吃惊 什么人 老农走后不久 四川兵的声音就又响起 众人循着声音看去 发现身后雾气中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人 正缓缓朝他们走来 刘老头他们几人同时心里一颤 相互对视一眼 额头更是直冒冷汗 因为此时 他们才发现自己这一星人犯了个致命错误 自己这一星人都是精挑吸血的侦察兵 但在此之前 竟没有一人发现身后的异样 刘老头端起枪对着雾气里的人 上前几步探头仔细一看 发现前方这人穿着破烂的军装 看不清长什么样子 低着头 双手垂拉在前方 时不时的风吹过去 净吹的那人双手炉钟摆一般左右晃动 看起来很是诡异 停下来 再不停下我开枪了 刘老头将枪上膛 身后几人听到上膛声 也都纷纷将手中的枪给上膛 同时对准了前方的人影 面对众多枪口 那人却仿佛没听到刘老头的警告般 仍步步上前 不过走路的姿势很是奇怪 低着头 向前迈着步子 迈步时就好像双脚上带有枷锁 每走一步都显得特别沉重 刘老头给身后几人打了个手势 接着自己绕到那怪人侧面 其他几人也都上前 几人呈环形 将怪人给团团包围 怪人站立不动 但离得近了刘老头 他们能够清楚地听到 怪人口中的呼吸声 除了呼吸声外 还有令人干呕的腐臭 这股腐臭就好像已经生去了的动物尸体般 冲得刘老头脑门阵阵眩晕 这时那怪人缓缓抬起手 东北并以为他要有什么动作 立马扣动了扳机 这一枪直接打在怪人的脑门上 掀飞了怪人的半拉头盖骨 但让人震惊的是 半拉头盖骨没了的怪人竟然没有倒下 反而还在晃动着身体 这时候所有人都倒歇了口冷气 刘老头感觉额头开始渗出戏汗 他不知道这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甚至不知道这到底是人还是野兽 竟然连枪都打不死 先飞的半拉脑袋 被炸成碎肉落在地上 这时有人呕了起来 刘老头划着火柴一看 被惊了一跳 被打烂的怪人脑袋 被炸成了碎肉 而碎肉中还有白色的蛆虫 再来回蠕动 从烂肉的这头如香那一头 其他人也都被这一幕给吓呆了 不过好在都是正规军人 随后他们也就缓了过来 但此时对这怪人的戒备更高了 枪口一刻也没有离开怪人 刘老头又划着一根火柴 接着火柴的光亮 看了看眼前这怪人 这一看不要紧 吓得刘老头心脏差点飞出来 眼前这只剩半拉脸的怪人浑身发青 两个眼珠子凸起 眼珠子周围还带着酱紫色的血迹 周围净得可怕 而怪人被烘碎的脑袋里 还不断有蛆虫往外爬出 透过伤口一看 里面密密麻麻全是白花花的蛆虫 这个人已经早就死了 可是死人为什么还能动弹 为什么还会呼吸 那扭喘般厚重的呼吸声仍在继续 连带着怪人的喉咙 都在上下蠕动 好像咽喉里有什么东西要破蹄而出一样 其他人也都看到了这害人的一幕 不自觉地往后退去 但手中的枪口并没有离开怪人 只有刘老头不退反镜 忍着恶臭死死盯着怪人的喉咙 就在这时突然有人声音响起 退后 不要动他 来人是老农 此时的老农精神有些违靡 似乎生了一场大病般 脸色苍白 嘴巴干裂得不成样子 老农快步走到怪人身边哼一声 歪门邪道 说着梁指点了一下怪人的喉咙 慢慢往上移动手指 怪人隆起的喉咙也开始慢慢上移 接着刘老头就看到一个东西 好像从怪人伤口里跳了出来 但在半空中 却被老农用一个小瓮给装了起来 随后老农划着火柴丢进了瓮里 瓮里不断传出滋滋滋的声音 就像油炸般爆裂 随着油炸般的声音消失 那怪人也静止倒在了地上 刘老头见怪人倒下 抽出刀上前划开那人的肚子 刀粘到那人的皮肤 犹如切豆腐般 连带脂肪都给划开 但万没想到 划开肚子的怪人 竟然肚子里面都是白花花的蛆虫 这一幕给刘老头看得直偶 这人肚子里已经空了 什么东西都没有 里面满是蛆虫 一堆一堆的涌动 所有人都被这一幕给吓傻了 刘老头还没反应过来 只是呆呆地问道 这到底是人还是什么 老农处理完梦里的东西后 走过来说 说是人也是人 说不是人也不算人 他之前确实是人 但死后被制成了傀儡 这是人勇邪术 专门用来炼制傀儡的 老农接着说 幸好我回来得及时 这人勇邪术是以人为容器来养骨 等这个宿主没用后 里面的蛊虫 就会自动寻找离自己最近的下一个宿主 刘老头听得一身冷汗 要是刚才他在贸然上前 恐怕自己就稀里糊涂 成了这下一个宿主 这玩意儿是从哪来的 怎么找上咱们来了 四川兵问道 老农奋问道 还能从哪来的 对面这些贼人 三分正道人样没学会 七分歪门邪术 倒是用得顺手 刘老头这才想起来 比他们早执行任务的那些侦查小队 于是问道 那他们 老农沉默了一会儿说 都死了 对面准备充足 我追过去的时候也差点灾了 我们还是太大意了 接下来就不是你们能够参与的了 天亮后你们就回去 营地领导会安排你们后续任务 那你呢 刘老头问道 老农说 嫌太久了 有些人也该出山了 我们肯定是要去对面走一遭的 在之后 刘老头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们五人等天一亮 就告别老农回去了 回去后营地领导找他们谈了很久话 最后嘱咐他们 一定不能把昨晚的事给说出去 刘老头 他们到最后也是稀里糊涂的 但等后面仔细一琢磨 这是处处透着古怪 这些古怪让刘老头摸不着头脑 只是这种是他一个小兵是没有资格知道的 这种是他一个小兵是没有资格知道的 这种是他一个小兵是没有资格知道的